您在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乐的 乐的 我现在把你们的嘴都堵住了 我给大家讲可能大家都不相信 我有一次到一个朋友家里去 我一进门以后 我们朋友的那个太太 就乐的就蹲在地上 哎哟 江坤 你是不是上我们家到我来了 因为我穿了一只黑皮鞋 一只黄皮鞋 一样一只 我进去换鞋的时候 我居然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有一次在国外 我们演出完了以后 回到家里边 我太太一看 你把人家饭店这个遥控器 怎么给拿回来 我又随机后呢 我又把它隔海又给寄回去 上一次我们一块出国演出 江烨护照找不着了 翻包 翻包找护照 最后你找在哪找 在鞋里 那个江老师 您是不是藏私房钱顺手了这个 我们收拾行李的时候 顺手呢就把它搁在那里 然后就收拾东西 就忘了 那江先生您觉得您在朋友眼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反正认识我的人都没有说我不好的 说我不好的人我都不认识他 他也不认识我 一方面说明了江老师的人格 也说明江先生的豁达 但是也不一定 对 因为我们有句老话 叫接底就怕老乡 我们今天真的是给您请到了一位老乡时 我们掌声有请 王李仁老师有请 王老师好 欢迎王老师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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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讲一讲 我们俩一块多少年了 63年我们俩是中学同学 后来呢我们到兵团以后 一个大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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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老有这动作 你为什么呢 他是拉兵舞教师 他是专门教拉兵舞的 所以上他给他给来这个 那个秦总是大艺术家 咱小艺术家 王老一上他没有 拉不住 跟江老师 老有见面其乐融融啊 但是今天其实我们还有一作 刚刚我们说了 街底就怕老乡对不对 刚刚江老师说 他生活上总结一个词是 乐融 您觉得是一个什么词 比乐融还乐融 还乐融 江冠的时候他就特懒 他有句谚语就是 那个 一三五不洗 二四六干擦 今天是洗包子 还不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脏的 就基本上没有洗的时候 对哦 江老师不是在您这个 祖爷爷的烦恼里 就用过这个包子 对哦 或者这个巷子里 这包子还来源于 当年年的生活 对对对对 真正的生活 但是那个时候我有点 不是你有点 大家伙都 看不上他 为什么我们是男校啊 带着我们练舞 娘不娘气的 随时就觉得对他没有好印象 他们给我取了个外号 光我叫假媳妇 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呢 因为什么呀 我们是男校 但是男校呢 你也得要跳广场舞 跳基地舞 这帮男校的这帮兔小的 那帮都看不上 看不上 都看不上 光我叫假媳妇 看 那您那时候 两个大伙跳舞 大概是什么样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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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这样的东西啊 后来我还有教你们跳西藏舞 教你们跳 嗓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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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s 我跟你说啊 就这动作 他现在做不了了 差一岁七十 我最苦的时候 他们都见过 我跟你说啊 那时候他在三连的时候 我一见面我都哭了 他拿什么写东西啊 拿子弹头 拿子弹做一个柴油灯 油灯 因为一点完了还画得黑样 完了那个鼻子眼啊 都是黑的 就在那种情况下 他去写东西 他去看书 他有一个四平方米的小屋 当时他抽烟抽两毛四的 葡萄牌的烟 想想还抽过烟呢 抽烟 太辛苦了 二十岁 二十岁 后来我们都夏连去搞这个创作 写不出东西 你想我们想做做不到 但是他有能力 当时我们宣传队的节目 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节目 由姜坤来写 因为别人没这个能力 完了以后还有一个事儿 姜坤考试季南文工团 他是偷着跑出去的 他没钱呀 没办法他把表给卖了 当时有一个半缸的手表 半缸的手表 金铃牌的 卖了四十块钱 四十块 从我们那儿坐到北京是 二十三块钱 我再从北京到季南 我还的话就回来 吃饭怎么办 结果姜坤有办法 给人旅客说笑话 完了大口哈哈一乐 到吃饭点人家请他吃饭 就这样他还跑执着 季南文工团去考文工团 好打住了打住了 不能老夸了 不能老夸了 大家想不想看 当年王老师和姜坤老师 十七八岁是什么样子 想看吗 打杨琴那个就是他 拉手风琴那个就是我 这中间那个 中间拉手风琴那个就是我 这个大家找不着吗 紧这边那个 底下这个是他 紧上边 左边这个是我 这个时候是十几岁 这时候十七 十七岁 王老师您当年保存这照片 是您当年就觉得 姜坤将来得成一大腕 这照片我得好好留着 差不多 你先这么点 不是 我有心见之明 就他那个刻骨劲 咱比不了 你比如说在三连的时候 他为了考记得文工团 人家隔脉都这么隔 他这么隔 这为什么呀 你演这个 成金呐 你以为呀 我跟你说这人呢 他必须他有个追求 有一次那个 胡宝林 马继 他们去姜坤斯演出 姜坤之后马上过去了 过去了两个小时的相声 你记错了 是好爱明和李文华 他们去了 我不记得你谁 反正你去了 我就记得姜坤 对 去 两个小时 回来干嘛呀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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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把这个相声给付出出去 对对对对 结果到最后一对 唱着几个字 我那时候能看见 李文华好爱明眼 简直是上天赐给我 最好的礼物 兴奋的好几天睡不着觉 所以我就知道 底下现在对艺术有多么的热爱 我现在没事的 老少边球地区 哪我都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